我这个人很容易感到尴尬 突围赛我晋级了 其他选手都来祝贺我 建国跟我握手 我和建国握手 杨波跟我碰拳 我和杨波碰拳 忽兰也伸过来一个拳头 我握了握忽兰的拳头 你们握过忽兰的拳头吗 很尴尬 当时我就想 好怕忽兰嘲笑我 但我又觉得他不会 忽兰可能会想 哎呀我要是出剪刀就好了 我也很怕坐别人的电动车 因为我不知道该抓哪里 有一次我坐中介后面 就只能抓他衬衣的两边 他衬衣又很紧就很难抓 他车又开得很急 我就说不好意思 您能开得闻点吗 他说你能不挠我了吗 因为怕尴尬 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总不能尴尬了吧 直到有一天 我投屏投到了邻居家 我正奇怪呢 为什么电视一直加音量 还是没有声音啊 小区群里一个大哥已经崩溃了 说别投了 已经要聋了 他也在群里发了我电脑桌面的截图 那一刻我就明白 什么是精神走光 这张哎呀 那是群里面的截团 是群里面的截围 有蛾 所以是群里面的截图